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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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计划等你们二人会面之后 用空地导弹把你们二人斩首清除 可后来我们的卫星发现 车队还在继续向廊山开进 并没有执行演习指挥部 让你们退出演习的命令 于是我们旅长就放弃了斩首清除计划 继续跟踪你们何政委的行踪 并截获以呼叫陆航直升机 要前往战区陆军首长那里 告我们刁壮的情况 于是我们就拟定了一个空中生擒冽 我们就临时假冒配属红军 陆航十五旅机组前来保障 没想到王旅长你告状新切 压根就没有识破我们的计划 所以就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卑鄙 你说的太对了 作为敌人需要的就是卑鄙 但是你现在作为俘虏 需要的就是认输 谁输谁赢 你们说了不算 我告诉你们 8080永远都不会输 请问什么情况赶紧去看看是 什么时候可以发行 这我哪说的做呢 你们要没啥急事的话先等一等 同志我们有紧急任务 必须马上通过 不然的话 别说不然啊 如果大家都作手交通规则的话 就不会有起事 对不对 先别着急 一会儿交警 保险公司 一个小时以后就到 照了像画了图 你们马上就能 偷闲了 啊 郑伟 前面出现交通事故不让通过 那咱们去 郑伟 咱们必须马上执行紧急处置第二套方案 郑伟你看 从这下去坡度很小 只要把护栏扒开 车队就可以从下面绕过去 等车队过完 再让工兵连把他们恢复了 要是有什么损失 咱们招架赔就是了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但是事先要跟公务管理部门协商 郑伟前面就有陆镇工人 好 我去跟他商量一下 你把工兵连带上来是 工程你是陆镇部门的吧 啊我是 呀 官是挺大的呀 我是部队的省委 啊 合作呗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啊 是这样 如果等交通事故处理完了 我们才能通过的话 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啊 这个 我说了也不算啊 我们老大绕我在这跌着 一辆车都不知道拖过 得等交警部门来了再说 同志 是我们是去参加军事演习的 任务十分紧迫 按照战时紧急动员条令 我们需要扒开这段护栏 从下面绕过去 然后再给你恢复起来 绝对不会对公路造成损失 有损失 我们赔偿 就这一段 对 就绕开这一段 我看行 那我们的工兵马上就上来 十分钟就可以拔开护栏 不 合作呗 你等一等啊 这个事呢 我说了也不算 我得向我们老大汇报一下 他说行 那你们马上就能拖过 老大老大 我是乐乐 这儿有一个解放丘的政委 姓何 他说啊 想扒开咱们护栏啊 什么 把护栏 这不是搞破坏吗 不行啊 你看 我们老大不妥议 你们老大是谁 我跟他说两句 我们老大 他是这个拐断的断掌 姓韩 叫韩老大 他要是不妥议的话 交起来来了也 没办法 韩老大同志 我是部队的政委 我们现在任务十分紧急 小伙伴 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808旅的 呦 808旅啊 那是亲人呢 我们修高速公路 你们没少派兵支援啊 你们的旅长是王可征吧 你和我们王里长很熟吗 当然熟悉了 再熟悉不过了 哎 他的酒量可大了 等他来呀 我得跟他好好喝一顿 部队有规定 现在不准喝酒了 哈哈 不喝酒也行 咱们喝茶 我这有好茶 我们工兵上来了 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何总维 这样 你到我的管段来一下 咱们办个手续 办完手续之后呢 你就可以动手了 我呢 把这个手续 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就合反了 要不怎么说 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呢 何总维 那你跟我走吧 就在前面这这上 不远 好 你们在这等着 跟我办完手续 再开工 是 走吧 何总维 慢点啊 哎 从这个海洞穿过去 快点 还有多远 快到了 哎 海老大海老大 我跟何泽伟已经进海洞了啊 还有多远啊 哦 快到了 车就在里面铁上 你好 何政委 我是蓝军山豹旅参谋长 郝建国 郝参谋长 奉我们旅长韩老大的命令 前来对你实施抓 韩老大 穿不我 刚才跟你通话的 就是我们山豹旅旅长 韩鹏 五号请注意 何政委正在办理手续 路面可以放行 可以放行 何政委 很不幸的通知你 你们旅长王可征 已经被我陆航大队 在空中复获 现在 正押往狼山训练机 你说什么 王旅长他不 被服了 更不幸的是 您 已经成为蓝军第二名副师级俘虏 我们拥有 词